早安 太晚 正吃着什么样的早餐 吐司家伙推荡 咬一口然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 德先生这么说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 我是夏志平 先时间早晨7点06分55秒了 此刻我们要为您连线东吴大学法律系的副教授 胡博焱 胡老师 跟大家来接受一下法官法的修法的问题 老师您早 早 各位听众大家早 是 谢谢老师一早接受我们的访问 老师 我们想先请来 跟听众朋友简单的说一下这个故事的背景 就是为了太除不适任的法官 那么司法院最近打算也修改法官法当中的法官评鉴制度 那么民进党的立法委员有一位叫做尤美女 她在上个礼拜的立法院的审议会议当中 她就说了主张说 司法院的全面平和应该改为评鉴制度 而且公布结果把优良法官公诸于事 不良的就要太坏 老师 我想先来请教您 在司法体系里面 法官扮演一个判决的角色 他握有的权柄是非常非常的大 但是我们过去常常听到一般的民众批评说 这个案件怎么这样判决 恐龙法官嘛 这个对于司法界来说伤害其实很大 那么按照这个现行的规定 法官是有评鉴制度 不过到目前为止 好像没有任何一件事经过平和之后 还需要交付评鉴的个案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到底是该难过还该高兴 实情是什么 一个部分我们觉得 我们对于说恐龙法官的部分的称呼 实际上来讲 我觉得是很多外界 是不了解我们司法的现行是什么 法官当中是不是有不是人的法官 或是不是人的检察官 有 而且数目我相信其实是为数不少 可是这个为数不少的法官检察官 他们基本上来讲 他们不是误判或者是乱判 或者是什么样的情况 而是在表现说 他们对于说处理事情 的态度 例如在法院当中开庭当中 对于说当事人的不耐烦 然后以及说跟对律师的不尊重 诸如此类的 但会不会影响到个案 有时候会 就是说他其实也不太想说 丁丁当事变结 他已经有固定的概念 固定的想法或是怎样子 不过实际上来讲 是这个一个部分的造成 说有这种从容法官 或者从容检察官的部分 其实也是我们必须要讲 就是因为法官检察官的案量是非常的大 就是绝大部分的法官跟检察官 即便他有那个什么我们就有说法 就是说他们也是算一种公务员嘛 所以他们有休假嘛 很多法官其实一年都没有在休 很多法官一年其实例如很多最高可以休到14天 我以前其实很多人28天 很多人其实一年的休假数 很少超过一个礼拜或两个礼拜的 也就是说其实他们花了很多时间 其实在干嘛写判决 因为以一些大法院当中而言 一个月要面对七八十件到一百件案件 说真的我就讲难听一年就是 他光是帮你剪贴这些判决书 他就会花很多时间 更何况如果一件案件当中 如果你找到 说真的我觉得一件案件呢 如果有时候我们现在 其实律师法也在修正当中 也是要淘汰所谓不识任律师 有时候我们也是找错律师 可是有很多律师自己是很用心 他就拼命帮你把你要讲的事情 其实很多人都说 为什么律师到法院当中没有 因为他可能已经写状跟法院讲过了 其实在我们的审判当中 除了在法院的当庭审议之外 诉状当中的陈述也非常的重要 所以他已经陈述过 所以很多人都写了几十页 法官要帮你看一个案件 当你来回这样子 要帮你看看这些提示页的东西 都是需要花时间的 所以难免而言都会出现 大家在想象说 为什么会乱判误判的情况 可是其实我觉得真的发生说 判决错误的就是说 违反法律规定的部分 其实是非常少见的 这是一个部分要先讲 违反法律的部分比较少见 对 那第二个部分是说 我们为什么评鉴制度 现在所谓的三年一次的平和 其实不太有用的部分 就是我们现在怎么平和 我们现在平和方式 基本上来讲 不管是法官检察官 就是事后在案件结束之后 有点发问卷的方式去询问 当事人跟承办的律师 那第一个就是说 我不确定司法院那边回收这样 依照法务部说 他们的回收率 其实只有两三成而已 也就是说 大家很多人不太爱填 不太爱填的部分就是说 例如你可能当时很想 律师可能不一定想填 我知道很多我的同事 我的朋友他们在座 上面有时候觉得填这个一点意义都没有 为什么一点意义都没有 为什么 就是说第五回答这样的问题 就是说我对 我反映说 今天法官太挺太挺太不好 然后他又怎么样 就是说 这个当然会造成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们现在的评定制度 没有连接到所谓的评鉴这件事情 因为我们的评鉴当中 也没有人因为三年一次的评定 就是因为这样的这个制度 而会受到这样的评鉴 所以说大家也会觉得说 这好像没有办法改变什么 那不过这个是就我们当然是说 就律师方的这一方 以及就是当事人这一方 可能会觉得说好像很无力 那可能就司法院当中 其实我们除了法官当中 除了评定跟评鉴制度之外 法官要不要打考纪 大家有没有想过 法官要不要打考纪这个问题 法官其实是有考纪的 他们叫职务评定 其实司法院他们有讲过说 他们其实不会等 第一个如果真的有出问题的 法官检察官 你不需要靠三年一次 其实很多人就会反映的 就是他不需要 他可能会透过工会 或者是透过非常多的额语 你可能在圈子里面就知道 不可能让他放这么久 就是说放三年之后 我才把他送到评鉴去 我可能在每年度的职务评定当中 我可能就已经给他比较难看的成绩了 就是说他们有 他们其实职务评定有过跟不过这样子 就是说不过其实是维持平等 就是不能进去这样 基本上来讲 这种状况其实就是一个非常 就是一个非常差弯 就相当于公务员当中而言 被打平等这样子 被打平等是每年基本上来讲 以公务员人数当中 基本上是例外是例外 所以他们就司法院或是法务部 他们觉得说 他们为什么没有送这个评鉴的缘故 是因为他们还有另外一个手段 这方式就是 我们用职务的评定的方式 去给这个法官检察官一点懇处 让他们了解到说你们做错事情 那这个职务评定是每一年一次吗 还是说随时都会有 这是每年一次的 就是说它是每年一次的 然后呢 而且它案件规定 例如它有拖尺眼案件的状况 有时候其实它反映的是说 一件案件拖很久 或者一件案件拖很久 有时候我们大概认识一些 有时候案件真的太复杂 或是案件一看就知道 没有什么结果 所以大家不知道怎么再续行下去 你知道吗 就会变成大家鼓王 例如像民事案件当中而言 它很容易 就是说有一些非常复杂 那种土地纠纷案件 或者是说有一个 就是大家常见的 就是济世工业 济世工业 常要追溯到几十年 甚至要什么 前清时期的历史 然后对于那个证据 所以变成很多法官 遇到这个时候都会 花非常多的时间 就是变成你一拖就是几年的时间 因为放在手上 那张盛肯会说 可是实际上来讲 他其实就只能把他摆在那边 因为可能没有办法有特殊的进度 那说真的 现在目前检察官和法官当中 其实他们对于 这种案件速度的管考而言 其实有很多是反弹的 因为 就是你可能在一定案件 没有做的时候 你就会收到 收到这个法院通知 你收到你的检察署通知 你说你已经多少案件没有结 大家会反弹一件事情是说 我就是有这么多事情 都结都结不完 那院长 为什么检察长不跳下来帮我结 对啊 我都做不完 为什么我的长官不帮我来处理一下 然后为什么还要问我理由 就像我一个 两个朋友 之前就是因为他未解案件收到 收到一个通知 他就说 他就说请他说明理由 他说明理由就是说 案件量就是这么多 你们为什么不下来 你们有问 有有时间问我说 为什么这个这个 不结 我是没有结 为什么不跳下来帮我结 哈哈哈 老师 这个我们的听众听到 现在啊 他有一个疑问 我帮他问 他说那平均 每一位中华民国的法官 他的身上至少 呃这个我们不要讲已经结 就没有结的 在身上大概有多少个案件 这个部分我倒是手上没有一些统计资料 因为我们司法统计资料都统计正面的 对 可是如果你如果月结案件当中 那个累计当中超过的那个百件 你都会收到这种 收到这种通知 你每个月都会收到月报 说你到底那个法院当中的到处亲民当中 你都会收到这种月报跟你通知 就是说请你赶快起的这样子 因为他如果以大型的法院当中而言 他每个月可能会收到七八十案件到上百件 所以说大家都会觉得说 事情不会少 只会一直来 只会一直来而已 这个所以有时候你任何一个制度的 我常会讲一句话就是 会歪一个制度 就会歪第二个制度 嗯 就像之前被那个什么 现在司法院也定情修正当中 之前在被监察院纠正过 有关监役判决处判决处 我们有大量的检疫判决处刑 例如像比较小心的案件 他申请检疫判决处刑 最后你被检案官申请检疫判决处刑 你是见不到法官的 就是法院就是用书面申理 你最后就收到一个检疫判决处刑的决定 那你如果提出上诉之后 你会少一个申请 因为你等于说检疫判决处刑 见不到法官 那大家都会说 为什么会见不到法官 很简单一件事情 因为不管检察官 不管法官都会很 就是这种数万件的这种检疫判决处刑 他是没有时间处理的 这种都是什么小型的诈欺 尤其我们现在 有些被诈骗集团利用做人头的那种 然后或者是说 就是有关酒家的这种 很常常就是这种案件把它切掉 这种案情比较单纯的 就是用书面把它切掉 可是其实这个是违反 我是认为有点违宪 其实监察院也认为说这违宪 所以400M目前在改 那为什么会大量使用很简单 因为大家案件量太多 大家只好用这种制度来使用 所以有时候外界会看成说 你为什么会觉得说法官或检察官 都不仔细的看你的案件 我了解了 我终于了解 有时候也是一个相对的制度是说 他在仔细看你的案子的时候 他可能就不能有办法仔细看别人的案子 就是平均每个人的那种工作时数就是这么高 你要怎么去减低 然后大家一直反应原而不够或是怎样 可是原而不可能暴增 因为你还要估计到大家的素质的问题 所以就变成有时候 有时候这种制度上的循环 当然一定有制度上的坏人或不好的人 可是其他部分是制度上造成的问题 最后变成当事人得不到利益 司法方面法官检察官也做得非常辛苦 然后律师也怨恨到 也怨 对法院也有怨恨感 所以我觉得这个有时候就变成这样的结局 那就是恶性循环了 对 这样子恶性循环是很 如果案件那样没有用一个方法去减低的话 基本上来讲我们 我们这个 这一个大家对司法的这种感觉 其实是很难以待的 是的 各位听众今天早上 致评为您连线访问的是 东吴大学法律系副教授 胡博焱胡老师 请胡老师为我们来解说一下 在台湾的这个司法体系里面 法官这个部分 其实过去我们也许 会对法官的判决有所误解 当然有可能是我们对法律 根本就是就是一个一个 一开始就认识不够多 然后呢 对于我们的这个法官的判决 有一些超乎 应该是说超乎法界人士 本来应该有的素养的这些期待 那现在问题是怎么办呢 要增加法官的数量吗 好让大家所负担的这个法官的这个案件 审理的案件可以数量降低 可是又又又这个兼顾到品质的问题 要有一些素质 要有很深很高的素质的人 才可以来当法官呢 那问题就来了 老师我想继续来请教你 在上个礼拜的这新闻里面 司法院的秘书长吕太郎说 那不是任的法官 我们一定会下重手 其实这是一种宣誓了 也是决心的 那我们回到这个评鉴制度上来的时候 还有包括 包括刚刚老师你所说的这个 职务评定的这个问题 那我们要怎么去落实啊 这个这个 那既然如果这个法 其实这个评鉴 其实已经 这个好像空谈一样 因为没有人在做嘛 那有必要还存在吗 对不对 这个要怎么修呢 这个法官法 我们现在修的法官法的制度当中 其实说真的一点事情是说 你说要下重手 说真的 我我没有办法理解 要怎么样夺下重手 就是说 这个到底要夺重大家 实际上来讲 在过去的司法权 常常出现一种 出现一种不成功呢 如果法官检察官 基本上来讲出现问题 风机问题 或是什么 就是你可能没有什么实质的证据 可以去做 你可能就是用暗示他 让他赶快离开这个圈子 嗯 就是这种情况 所以我不知道 是不是会延续这种情况 就是说 他其实就是赶快 让他离开法官检察官 所以说就是在事情爆发之前 让他去转任律师 或者去做其他工作 或许是一种以前的处理方式 那我们照理来讲 我们不是 我们既然有评鉴制度 如果真的有发生这样的问题 不应该让他提出个案评鉴 或者说在职务评定上面 让他去反映出来吗 或者是违法 如果他真的有贪毒的问题 有贪毒的法官检察官 我认为都是 现在目前都是绝少数 可是如果真的有发生贪毒的问题 不应该就直接去移送法班这件事情 而不是说 让他在以前的文化当中去私聊 例如我们用这次邱泰山前部长发生的 这个烈士官说弊案 有发生一件事 其实邱部长已经离职了 他为什么对原来的桃源地点所检察长 他有影响力 他其实不是职务上的影响 是因为这种人性事故 我们没有办法法条 我们不管你去学任何一个国家 我们很多制度去学德国 可是会发现一件事 德国人基本上没有那么多人情事故 我们有那么多人情事故 所以变成一件事情 突发不足以置信 就是造成一个结果是 在怎么利用法律上面去订定说 要去做严格当中去做筛选 就没有办法去改变的是 如果我们还是一个很讲究人情事故的文化 我们就没有办法 可是这边文化有没有在变动 有 就是说例如 其实我们利用制度当中 以前为什么会有这种文化 就是法官也有申签 现在法官没有申签 现在法官 你其实就在地方法院法官 而且未来最高法院最高行政法院改之后 也不容易申签了 就是说 大家就是按照 你就是可以在地方法院做一辈子的法官 那你薪水会一直跳 以前在没有法官法时代 大家是要升到最高法院 升到高等法院 你的薪水才会升 所以大家会有一个要申签的感觉 现在不需要 你照安部就班做 所以减少申签这件事情 其实基本上来讲就是一个改变 从制度上面 可是可以去影响它文化的第一步 因为它不需要为了去申签 而去奉承上级机关 奉承它的长官或者租屋之类的 那再加上就是说 我们其实目前在司法院人事审议当中 也有外部属性 所以希望说 让它有奉承有外部 即便有签调这件事情 也会变得比较公开化正常化 这样的话 其实都会对于说司法文化的改变 其实是有帮助 而我认为这个帮助其实是很重要的 因为人的问题才是大问题 是的 人的问题才是大问题 各位听众今天早上制评为您访问的是 东吴大学法律系副教授胡博焱 请胡老师为我们来看一看 法官法的修法问题应该去怎么解决 老师我们刚刚听到您的解说以后 当然我们都是从法官的部分来讲 或从这个法律界的部分来讲 可是一般的民众 好不好我们利用最后这一分钟的时间 我想请老师给一般的民众 就是也许我没有法律素养 我真的只是一般看路过的这个乡民 我只是看新闻那话题 假扒那话题就是热闹而已 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法律 但是当我看到这些法律判决 我觉得不满的时候 我就开始轰啊 这是什么恐龙法官 老师我想请教你 可不可以我们这个时候利用这个机会 对一般的没有法律素养的民众 你可以给他什么建议 当你在看到这些法律判决的时候 你可以怎么样去客观的评定 这件事情 我觉得我觉得我对那个时候 是完之后 我们是先先暂停下来 是说我们去要 我们其实你都不是案件的当事人 知道吗 我们没有办法了解他 可是我们现在目前其实在网路上 都有不同的很多评论 其实很多都是一些就是懒人包 或是什么 或许说我们可以去证券去看 找到一些评论去看一下说 人家律师或其他的被这个案件的律师 或是学者 他们对这个案件的评价是什么 或许我们不要先下自己的评论 先去看一下人家为什么会有这样 就像最近能吐好歌的案子 就是说他很多人反映出他侵犯 实际上来讲 他的最高法院就查的是说 被害者他体内当中有一个毒品 这个毒品其实是这一个当事人 他们这些加害人基本上来讲 当天他们没有吸食 那你要给我一个理由 为什么他的死亡原因 是主要是因为这个毒品 可是当天都没有吸食 所以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说 没有办法查出他死亡结果 跟他们吸食毒品之间的因果关系 因为最高法院已经 他是依据什么 依据法官法医研究所他们所说 所做的这个调查是说 发现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然后去说 这其实是一个科学上的判断 可是大家不能忍受的是 为什么坦被侵犯 可是其实在最高法院做任的时候 这个其实大概就已经可以了解到 除非你有查到新证据 可是高等法院就是 没有查到其他证据 所以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那如果你是当事人本人的话 我们未来修正通过的话 如果你真的觉得这个法官 检察官他有问题 我们如果依照现在就说 你其实个人可以去申请评件 这个其实是我们现在的一个 心智当中的改变 就是把以前说 出了这个法院检察 然后律师公会或者是说 资改团体去申请评件之外 你现在个人也可以去申请评件 那说真的这是一个让你去 等于是肃请对这个法官检察官不满的一个管道 所以我是觉得说 有时候你不要在那边做键盘打律师 你知道吗 你如果是当事人 你也直接就提出你的不满 这个其实是更好的手段 是 好 这个意见非常非常宝贵 真的我们面对很多司法判决的时候 其实也许我们并不了解真正案情的经过 还有这个判决书 我们真的要仔细看哦 看完判决书 我们再来下定论 这样会好一点 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东吴大学法律系副教授 胡博焱胡老师跟我们的分享 老师谢谢您辛苦了 谢谢 谢谢